再來我們要介紹的是奧斯汀他的打蛋器 奧斯汀打蛋器我們會使用到的是我們的主機 再來我們的傳動軸 打蛋器 打蛋盆 那我們該怎麼去安裝呢? 首先我們叫我們傳動軸U字型的部分 接到我們的主機上 再來叫我們的打蛋盆 打蛋盆要裝之前要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會有個凸輪 要對準我們的凹槽 那這時候我們將我們的打蛋盆 往下壓 固定好之後 可以叫我們打蛋球 打蛋器 直接放置在我們的配件上 放在配件上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我們打蛋的動作了 那再來 跟剛剛我們所介紹的 左邊是我們的開關控制器 右邊是我們的速度控制器 那當我們要啟動的時候 我們順時針旋轉 調整一格 On Off On它就是連續操作 連續操作 那如果說我們在往右旋轉 逆順時針旋轉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到計時的作用 我們總共會有12分鐘的計時 接著 我們的速度控制器 我們是使用 無段變速 我們的打蛋 打鮮奶油 這個我們會用到我們的打蛋器 去做操作 那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 我們的無段變速 我們可以把它區分為三段變速 低、中、高 那我們就我們知道的 打蛋、打鮮奶油 我們可以使用到低速、中速、高速 那我們的麵團、麵糊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絕對不可以用打蛋器去做操作 做使用 這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我們打蛋、打鮮奶油 使用我們的打蛋器在操作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這邊 我們可以使用的承載量 我們的攪拌缸 它的總缸量 它是10公升 那總缸量10公升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的承載量 就是不要讓我們的流質 溢出我們的缸盆 在這範圍之內 我們都可以去做操作 接著我們的麵團 如果說我們使用 攪拌缸 我們在操作 麵團 或麵糊 的時候 我們最多就是使用到低速跟中速 不要使用到高速 這是打麵團 與麵糊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再來 我們Austin攪拌機 因為使用 它的傳統軸在下方 去做我們的控制 所以我們的麵團 最多我們可以用到3公斤的麵團 與5公斤的麵糊 這是我們瑞典原廠所測試的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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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